歡迎大家收看第八期的台灣文統或武統台灣2300萬人民何去何從 我們是什麼?我們是美國第一島鏈的最前線 我們是美國人的看門狗 看門狗買骨頭 還要自己花錢嗎? 現在的問題就是我們也不是狗 我們是狗 我只是不承認是狗 不是狗 我告訴你是狗 我的馬表才到時間了 我告訴你 我們要的是尊嚴 美國現在這樣對我們 免費 叫我們給他做狗 還勉強 居然還花錢 現在 烏克蘭 與俄羅斯的這場戰爭 就是 美國的代理人戰爭在烏克蘭與俄羅斯發生這場激烈的戰事 為什麼是跟台灣2300萬人民的生命財產 有嚴重的關係呢? 因為我們主要分析 就是 以我各類觀點 台灣就是在這個 南中國海的這個台灣 它其實是中美兩個大國之間博弈的一個棋子 而中美兩個大國或者是美國與中國 台灣就是一艘不成的航空母線 美國以華制華以夷制夷 用台灣來牽制中國的經濟崛起 政治、軍事崛起 而 美國在全世界 這個 軍事的步伐 我們也可以看到 美國是利用這個 烏克蘭與代理人戰爭的形式牽制俄羅斯 所以讓這個俄羅斯陷入這個戰爭的你好 一旦俄羅斯就能從一個核子大國 跌落一個中等國家 美國在全世界的軍事平衡上面就佔了一個優勢 而從中獲利 這樣的話 俄羅斯就不能抽身過來這個 中南海這個地方 幫助中國對抗 以及採取軍事行動 對付台灣 因為萬一這個台灣中國武統戰事發生的話 這個美國如果要出兵台灣 這個日本就是 南韓就是 美國的馬前竹 肯定會 就是說打先鋒 所以 這個 中美的博弈 以俄羅斯 這場 烏克蘭的 這種美國的代理人戰爭 起作 生命垂危 十分重要的關係 這就是一個 很重要的一個代理人的戰爭 現在 俄羅斯在這場戰事中 烏克蘭的這個代理人戰爭中 已經十分的吃力 已經征召了三十萬的大軍 前往前線 其實真正征召的不只是三十萬 是整百萬 甚至軍隊 衝入這個學校或者醫院 強制押上這些軍隊 送往前方 可是軍隊 越來越往前山的這些軍隊 很多都是沒有順過訓練 而且 俄羅斯也不能夠拿出一些 像樣的武器出來 很多都是去前線 當了炮灰 更有俄羅斯的指揮官 對這些那些新分享 你們去前線 只是當作炮灰 你們已經第三批了 前面兩批已經 去了成的炮灰了 所以其實也不需要什麼 一些訓練 更有一些征收的這些士兵 在這些 在高桑上被征兵的時候 在那兩天 在高桑上駐營 根本沒有戰盆 可說是斷陽斷石的賺款 所以十分的刺激 反光之 烏克蘭這個帶領人戰爭 有美國與西北越的撐腰 所以他們是十分佔了先進的 佔進風頭 有先進的美國的海馬式 飛彈準確的擊中 這個俄羅斯的軍事要塞 軍事指揮中心 反光之俄羅斯方面 他們的武器比較落後 都打到現在 彈進原缺的 良缺的一個地步 現在俄羅斯基本上 在這些中程導彈 這些彈頭以及導彈方面 都十分的刺激 完全沒有像樣的武器 能夠上戰場 所以而且烏克蘭已經 和這個美國以及北越這些兵隊 軍隊已經切斷了這個 支援這個烏東對區 俄羅斯的後援的晚注路線 所以俄羅斯十分的刺激 現在更傳出這個 俄羅斯的北溪一號二號 產生了這個破口洩漏天然氣 在這個節骨眼上 俄羅斯可以說是 烏龍遍風 黏月雨 船池又翼打頭風 這個接二年總不幸的是 降落在俄羅斯 俄羅斯的北溪一號以及二號斷氣 到底是誰造成的 是誰的軌跡呢 你看如果俄羅斯需要 這個斷這個 切斷這個 北溪一號二號 這個天然氣輸送館 往歐洲 俄羅斯需要這個大廢周章 自己炸破自己的這個天然氣的 這個北溪一號和北溪二號 在波羅的海這兩個輸送館嗎 需要這麼麻煩呢 他只是需要把總開關關掉就行了嗎 到底這個事情是誰做的呢 首先我們從這個事情的厲害觀點來觀察 你看在這場俄羅斯的戰爭之中 這個北約以及歐洲就是 美國用於制裁俄羅斯的一個前鋒 馬前鋒馬前竹 所以現在已傳出這個北約 所以系統與這個俄羅斯溝通 想溝通 要求俄羅斯恢復這個天然氣的供應 而且在這個節骨眼上 如果俄羅斯需要斷這個天然氣輸往北溪一號二號 輸往歐洲的天然氣 他直接就把總開關關掉了 可是他需要大非洲章 炸掉自己的油管呢 現在最近這個美國有這個新聞記者訪問 這個憲政的美國的憲政總統 這個就是他的拜登 有關這個俄羅斯北溪一號二號這個 被炸掉在波羅的海的輸送管 而這個拜登總統就推塑其詞走開 這簡直是很奇怪的一個狀況啊 如果中國戰士有攻撲 那就是說 就這樣想開啟 船戰因為 Ukraine again then uh there will be uh we there will be no longer a north stream 2 we we will bring an end to it what do what how will you how will you do that exactly since the project and control of the project is within germany's control we will uh i promise you we'll be able to do it同时11月其中选举这个拜登总统美国的拜登总统有料在 职业在其中选举会失利所以他也是会失去金钱失望这个乌克兰战场 因为每个月这个美国需要送差不多十亿美金的大部分的金钱给乌克兰前线 所以一旦这个拜登总统在其中选举失利他就会成为美国一个 白道过脚的总统就是失去了参与与参与业的呃支持所以他任何总统 美国总统所发表的任何成立的一些答案都不能在国会中碰过 同时现在俄罗斯也会鼓励阿拉斯加举办公投了一旦啊美国扣押 俄罗斯资产他就鼓励阿拉斯加公投了脱离移民就这现在俄罗斯的 俄罗斯已经企图以用克里米亚乌克兰的克里米亚半岛的呃 罗斯影响阿拉斯加让阿拉斯加归还于俄罗斯的领土之中 现在更发现呃9月19号呃就是中国有4艘这个驱逐舰以俄罗斯3艘驱逐舰 总共7艘驱逐舰出现在阿拉斯加万院的水 让美国十分的至今啊 现在美国已经演员从加州的空军基地派遣他的就是那个F35CF36 前往阿拉斯加州以敌意北极小就是俄罗斯普京 áp peuvent对阿拉斯加州发难 从此时这个美国在这个美国的全国的呼机 就是美国的第三这个舰队之中有四艘航母 也是住在在欧洲的基地 就是防止这个北极熊 普京大帝会对阿拉斯加动 所以美国有四艘航母在那边驻扎 抵抑俄罗斯的强恩格态势 现在俄罗斯的外卫议长宣布 如果美国在扣油 就是扣押俄罗斯在外国的职场 他就会宣布收回俄罗斯 卖给美国阿拉斯加州的领土 而且他宣布阿拉斯加是属于俄罗斯的 我们调回 所以现在会在阿拉斯加举行共同 如果阿拉斯加的市民都赞成共同 取得抄护通过 发现力通过 阿拉斯加会被俄罗斯收回 美国提出严重的抗议 现在俄罗斯与美国的冲突 真的是一触激发 或者会发生第三次的世界大战 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核武状况 同时说到阿拉斯加的状况呢 阿拉斯加是俄罗斯 就是前苏联在1867年10月12号的时候 用720亿美元卖给美国 现在俄罗斯的外长抗议说 如果美国扣押俄罗斯在国外 就是国际的资产 他就会宣布要为阿拉斯加 而且美国宣布加入北极圈的战略中心 成为北极战略军队之中的北极探险 对就是因为拥有阿拉斯加的主权 现在而且阿拉斯加在这个中美 而且以及俄罗斯的国际中 占坐非常重要的位置 为什么呢 因为世界全球软化作用 现在北极洲已经融化 不会再一大堆的冰山 所以一旦中国或者俄罗斯发射核子导弹 直接从北冰洋直接飞抵 美国上空一定会经过阿拉斯加 所以在阿拉斯加 美国设有重兵困守 他的所谓爱国者导弹 以防离这个俄国 以及中国的就是导弹的来袭 所以阿拉斯加是一个取足轻重 现在普京就是强行要为阿拉斯加这个领土 这俄罗斯与美国肯定会在阿拉斯加的上空 在世界第三次核武大战 这会拨离到全世界的人民 这核武的冲击以及危险 真的是十分的可怕 而且核子武器的发生以对抗 会让全世界的人民发生灾难性 以及无法反律性的战争的模式 在战争的合影下 全世界都没有一家 全世界的人民将毁一弹 就会有这种世界末日的到来的阴影 这也是全世界人不想看到的愿景 所以现在普京大帝已经被美国逼急了 就是狗急调整 什么事都看得出 所以全世界又如何避开这样的凶险的事情呢 更何况台湾也是在中国 这个美国的结果也在 所以这个是一个举直轻重的问题 台湾一直以来就是一艘不成航空母舰 美国用这个台湾问题来 闲着中国的经济及军事前起 而台湾问题是在中国共产党中 是一个核心与核心的问题 现在中国的主席习近平会第三次的接政 就是从今年的2022年到2027年 也就是说就是习近平的60岁69岁 大受到74岁 如果他要接下去第四任的川七 就是从他的74岁到79岁 他要年任成为国家主席 他先决条件就是他答应中央的军委 他的先决条件就是从2027年 就是习近平74年到2032年 习近平这个79年 他已经成功的拿下台湾 这就是他的先决条件 这又进一步的把台湾问题推向为火坑 同时习近平已经引进了 是为曾经参加越战的 这个将军中的将军 陆军海军空军都大位 所以这个习近平在2027年 到武统台湾的情况是 越南的日益加重 这时生让人十分的担心 同时现在美国的新闻传出最新的消息 美国的前总统川普 有一介入就是说 促成这个乌克兰与俄罗斯之间的和平对话 以结束这场战事 现在川普有在新闻发表会中说出 双方这个俄罗斯以及乌克兰 都是有意结束这场战争和平的对话 同时川普说 如果他现在是现任的总统 乌克兰这场 与俄罗斯这场战争肯定不会发生 因为他肯定会让这个乌克兰与俄罗斯有一个妥协的空间 让俄罗斯有一个妥协的空间 也不会把北越那个导弹或者扩充 威胁到俄罗斯的门口 让这个俄罗斯没有得选择要采取自卫权 而以这个侵略这个乌克兰的战事而告终 所以这个是一个极大的好消息 因为川普以这个美国的前总统 川普以这个俄罗斯普京是一个好兄弟 马起来的就是好兄好乱兄乱弟 而且这个普京也是曾带这个美国川普去一些 就是说娱乐成佐 静欢 所以他们的感情十分的浓雅 所以如果这个川普在位的话 他还是会使用这个就是说租借权 所以美国在不论世界各国 比如说日本南韩还是欧洲的住心 每一个欧洲国家 日本或者这个日本或者南韩 都需要自己掏腰包 来自行付这个费这个美国的兵 所以这会降低美国的国防预算 同时也会融洽的促进俄罗斯与美国之间的沟通 也不会说发生一连串的战事 而搞到俄罗斯与乌克兰发生一场 不能接触的一场大战 相信这个是对全世界一个最大的福音 以及最大的这个祈求 就是全世界不会面对这个第三次核子大战的威胁 的笼罩的威胁以及阴影 同时全世界人民都能够享受和平 过着和家安乐的生活 这就是全世界人民想会看到的运气 以我本身个人的意见 我是比较喜欢这个川普会现任 下一任竞选 美国总统得到赢得 就是说美国2024的总统大选中 赢得美国总统的宝座 因为川普虽然这个人有点积极 他有些处事不纳坡的圆滑 不过他会者会造成 一陆一系列的这个美国内乱 不过他不会造成世界的战争 而你看现在现在美国的先任总统 拜登的领导下 全世界乱了 全世界乱了 发生战争 这个俄罗斯以及乌克兰的粮食 不能够一碗全世界 全世界的石油 天然气一而再 再而三的起价 这造成全世界的人民 都生活在一种水深火热之中 而且美国兵匆匆忙忙 从阿富汗撤去 也是让美国撕掉一个老大哥 在全世界的老大哥的面子 让美国十分的下不了台 认为总统的美国内乱 美国内部的或者 美国内部的一些战事 会比这个民主党 拜登或其他候选人 民主党的竞选更好 这也就是说 美国的内乱彼此 全世界的战争核子大战比起来 我让观众们选择 你们是喜欢看到 全世界发生核子大战呢 全世界的人民都毁一旦 或者比较喜欢 只是一个 不能够完全沟通美国内政 发生一些 美国一些政治 一些军事的内部的 一些小摩擦的总统上升 肯定这就是 美国现在总统拜登 与全总统川普之间的不同 而且川普与这个俄罗斯普京 都是很麻吉 难兄难弟 川普肯定不会挑起这场的乌克兰战事 所以如果川普能够在2024年 在竞选得到美国的总统宝座 肯定是全世界的福音 因为共和党川普的领导之下 不能会发生这场战事 因为两个都是好朋友 都是好麻吉 所以这也会同时牵制中国的崛起 所以在全世界 中国俄罗斯以及美国 都一个三权鼎立 例如以前的三国时代 这个平衡政策 这个全世界人民就会维持在一个 非常平和 非常和祥的安静 以及安全的环境 同时这样也会避免 一连串的世界战事发生 同时也能够前往 中国可能在2027年 统一台湾武统的一些行动 或者有一些和谈系列的举动发生 中国大陆如果对于日本 提供给美国的军事基地的源头 进行打击的话 那中日之间的冲突也会升高 那菲律宾很明显的就是他们 不愿意提供给美国相当的军事基地 那泰国等等 所有的国家包括新加坡 我们估计都不愿意介入战争 所以他们不会提供给美国 他们所需要的军事基地 这样的情形 请问美国只能依托 他的关岛夏威夷 可是关岛夏威夷离离开台湾太远了 因此他一定要动用航母战斗群 可是航母战斗群的舰载机 只能飞650公里的有效作战半径 航母如果靠近1500公里 相当有可能就会被中国大陆的 中程的精准的弹道导弹 像东风16要17要把它摧毁 所以美国的航母一般来讲 不敢靠近2500到1500海里 那不敢靠近这些距离的话 他的舰载机根本飞不到 这么远的一个情形 所以他空中要支援台湾地面 或是台湾的空军作战 那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情 因此对美国的军方来讲 他根本没有能力介入这个陈阵 所以俄罗斯事实上也有另外一派 俄罗斯如果你让他度过了这段 比较困难的时期 经济又慢慢恢复了 他也会开始有别的想法 所以你不要高估 俄罗斯会自愿的成为中国的小弟 我认为这是太浪漫了 太浪漫了 俄罗斯三支北溪二号的管道 在波罗地海同时出现了 天然气的泄漏 而丹麦海域被泄露天然气 如碰浅一般的吠盆 只碰出差不多700米的浪花 两次的海底爆炸相当于2.3级的地震的层级 所以肯建这次的爆炸的威力十分的壮观 这三条分支管北溪二号同时被炸是十分不可能是一次意外的事故 也不可能是一个忽然间的天然的状况 应该是有人刻意的故意的在发动对北溪二号的定点的同时三个定点的攻击才会造成这样的爆炸状况 同时现在俄罗斯的北溪一号也是遭到人为的迫害 同时把俄罗斯这个北溪一号以及北溪二号通往欧洲的天然气同时的破坏 这是一个刻意及故意的发生的人为的状况 因为这个时刻 德国的民众已经要求热烈的要求 抗议要德国的政府开通北溪二号能源管道 因为德国的民怨就是无法承受这个天然气这个价格的提高 所以要求政府以俄罗斯达成开通北溪一号二号 让德国有这个天然气供应 可是这个北溪一号二号的天然气泄漏 又造成这次的天然气的断货 这同时这三条管道同时的爆炸 简直是釜底冲心烂整个欧洲 特别是德国 是非常需要这个俄罗斯的天然气 无法过活了 真的是炸锅了 欧洲的国家都严惩说 要查出这个幕后的真正黑手 为什么是谁造成让欧洲这个国家过不了冬 真的要抓住真正幕后的黑手 最是谁最不希望俄罗斯与欧洲以及北约国家达成和解呢 到底是谁会获得最大的经济利益 在这场北溪一号而二号的忽然间爆炸以及天然气断货之中呢 谁是最大的利益的受益者呢 虽然这个世界美国与其撇开毫无关系 和他没有一点瓜葛 这时美国贼喊抓贼 把矛头指向这个俄罗斯 而俄罗斯又说是美国 两个超级大国互相指责 到底是谁造成这个北溪一号和澳造成的破裂呢 不过问题反过来反问 如果俄罗斯自己要断货 调天然气到这个欧洲 北溪一号二号 他直接就把总开关关掉呢 为什么需要去炸掉这个北溪一号以及二号 这简直是化蛇天主 根本又劳斯盗众 真的是不符合经济效益呢 所以可以看得出俄罗斯自己破坏 这个北溪一号和二号输送馆爆炸的这个状况 这个可能性应该是排除为零啊 所以从这个状况来看 而且这个事发的地方是 美国以及北约所控制的波罗的海海域 俄罗斯的海军根本没有机会 涉嫌在这个地方出现 所以这个事情发生 这个美国的参与的机会是会比较高 就在这个事件的发生的时候 有一艘美国两栖攻击舰 基尔萨奇号 这两天正在这个波罗的海 进行大规模的军事演习啊 而自从这个美国的军舰 大规模的演习了两天 离开之后 马上这个北溪二号就开始爆炸 真的是触奇啊 真的十分的巧合 到底又如何解释这个事情的发生呢 而自从这个北溪二号被炸之后 波兰的前外长西科 尔西斯基就迫不及得意的发表文 感谢美国破坏了北溪天然气管道的一号 以及二号的天然书管道 这样这个时候波兰的天然气的书管道 就没有人来抢这盘生意了 而且之前美国的拜登总统曾经发言 如果俄罗斯发射这个对这个乌克兰的侵略习动 它会让北溪二号不复存 同时在今年的六月的时候 美国的海军曾在这个丹麦的波恩霍尔德姆岛附近 进行了水下的破爆演习 十分的巧合有这样的军事演习的发生 到底是为何而进行的呢 现在乌克兰已经有四个乌东的地区 已经被俄罗斯要求公投 而已经被俄罗斯占为己有 这个时候许多欧洲的国家都忍不住要过东 没有天然气要急于与俄罗斯和谈 这个北溪一号以及二号 恢复这个天然气输软欧洲的时候 发生这样的北溪一号以及二号的 天然气泄露爆炸的事件 所以这场爆炸这个天然气的泄露 谁会是最大的经济获益者呢 所以这个美国在这场事件的发生的机会 几率是比较高的 而炸掉了北溪一号以及二号 以及天然气的段落 简直是把欧洲板在美国的战车上 断了欧洲的后路 让欧洲人真的手法在冬天过活 而且在欧洲有许许多多成千上万的游民 他如果没有天然气的供应 肯定会死很多游民 几千万的游民在欧洲的大陆 这对欧洲这样发达的国家 是不能够接受的现实 所以有这样的秘密消息 德国已经和俄罗斯达成的秘密的协议 要求俄署恢复这个北溪一号以及二号 供应这个天然气到德国 以让他的德国人民 他们能够过坐正常的日子 以及他的工业区需要大量的天然气的供应 不然他的工业完全受到严重的打击 完全开不了工 而且德国曾答应 这个俄罗斯不供应 乌克兰任何的武器协助 来换取俄罗斯开通 北溪一号、二号天然气的供应 这下子这个北溪一号以及二号的 造诈以及天然气的泄露 废盆的异幕震惊了全世界 这也让欧洲特别是德国恢复 以这个俄罗斯的天然气的供应的梦想 真的是藕断失联 真的是快刀转 斩断这个所有的情形欲异 这个突发事件的发生 也造成欧洲各国的激烈的反应 特别是德国的外交官 前幕理黑安全会议主席 伊森格尔表示 他建议这个欧洲以及北约国家 不应该在乌克兰的战事中 就是百分之百的听取这个美国的建议 把欧洲板在美国的战车上 而应该欧洲要有自己的制止权 那这才能够制止欧洲的能源危机的继续发酵 而这位外交官也同时提醒欧洲以及北约国家 这场战事乌克兰的代理人战争对美国华盛顿是十分的有利 而对欧洲是十分的不利 而且美国拜登根本不把欧洲人 这个没有天然气没有石油 过冬天的日子苦自止 当做一回事 而美国这个乌克兰的代理人战争 以这个俄罗斯发生了八个月 这最大的受益者就是美国 而最大的受害者却是欧洲 因此这个时候 这个欧洲以及北约国家 对这个外长伊申格尔的警告 似乎听懂了 所以欧洲对俄罗斯新一部的制裁 就包括了把俄罗斯的石油价格甚至为上限 而这个把俄罗斯的石油的价格甚至为上限 就是说俄罗斯售买欧洲国家的石油 就是目前在亚洲售卖天然气石油的这个价格 这等于对欧洲销售这个石油天然气 便宜就是百分的30% 就是等于原价的70% 而正是俄罗斯对印度以及中国售卖的特价油 就是国际油的70% 给30%的折扣 这就是欧洲设定这个石油天然气的上限的原因 而欧洲这个新一轮的制裁法案 简直是把俄罗斯开空这个欧洲市场 就是希望俄罗斯把欧洲市场 以及亚洲市场意识同仁 可以30%的优待 就是同样70%的折扣 让俄罗斯售卖石油已经天然气给欧洲 同时售卖给亚洲 这提出的现意 等于就是对俄罗斯的石油经营的问题上 像俄罗斯的普京大地低头服软 至于俄罗斯会不会接受这样的借格 这就是普京大地自己来决定 而欧洲这个提议就是公然对美国要求欧盟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 禁止这个石油以及天然气购买 可以判乱 而之前美国给俄罗斯的这个定价 就是石油的定价就是每桶44美元 而现在欧盟给俄罗斯所限定的石油的定价是70美元 这显然是公开的对美国制裁俄罗斯的石油定价44元每桶的价格 给予破局 就是欧洲愿承担更大的更多的石油的价格 70元每桶 就是希望与俄罗斯达成和解 给予这个天然气以及石油的供应 让欧洲能够有充足的天然气以及石油过冬季 这一连串的建议就是给俄罗斯更大的空间更大的金额 让他的石油与天然气能够恢复对欧洲的供应 这是一个双赢的政策 欧洲这些政客真的对美国的这个把欧洲绑在美国的战策上 这回变得十分的精明啊 给这样开放性以及背叛美国性的这个石油的价格 这是给一个普京大的一个双赢的一个政策的石油的开放政策 显示出欧洲的政客也不愿意说把自己的鼻子给美国牵着走啊 欧洲到冬天没有天然气以及石油的供应啊 欧洲的新一轮的制裁反而是一个变相对取消对俄部分的制裁行动 并寻求以另外一种方式对俄罗斯的石油禁印对欧洲的出口开了另一个灯啊 欧洲这个新一轮的这个新的制裁方案 在很大的程度上取消对俄罗斯的化肥原料 其中包括水泥以及其他商品的韩语禁令 欧洲意味的跟着美国对抗俄罗斯制裁俄罗斯 这会造成欧洲的经济崩溃 欧洲没有石油的天然气过冬天 欧洲人民也受不了 欧洲肯定造成冰灶民返了 这次这个就会造成欧洲的各国的政府无法收拾残局 肯定会被人民起义反抗 可能被被逼烂位 对欧元造成严重的一而再再而三的严重的经济的影响 现在已经随着欧元的电力以及食物价格 不断的水高生长 都是跟着欧洲的石油及天然气的断运 从俄罗斯经营的事情造成 人民已经胡法过火 欧洲的这些工业区也是开不了工 欧洲快变成一个完全没有工业发展的国家 欧洲的这些电力食品以及其他商品的价格 也水涨船高 已经增加了两百八千三百八千 人民已经无法过不了日子了 各地的各国的人民都愤愤愤怒的走出来抗议 欧洲人民 希望各国的政府 欧洲的政府快速结束这场乌克兰的战事 交对俄罗斯的一而再再而三的经济制裁 新一号战一号以及二号在同一天发生天然管爆炸 已经陷入的事件 十分令人怀疑 而且很多人欧洲各国已经对此事件正在沿地的进行调查的行动 根据这些证据这两条天然气管道遭到人意的事件造成的破坏是成分是十分的高 欧洲如果跟随着美国的战车一而再再而三的对俄罗斯的制裁 这欧洲人肯定过不了冬天的过来 这欧洲人肯定过不了日子 这已经是天下大乱的一场局面了 这场对俄罗斯的禁印经济制裁 欧洲发现美国及日本同时向俄罗斯进口大量的石油及天然气 美国已经进口加近多20亿的美元的石油化肥以及孝雄橡胶品的商品 日本也是经济制裁俄罗斯最凶 可是他却继续大量的进口俄罗斯的石油和天然气 就是一个双手政策 这场反而的经济制裁石油天然气的断印的这场行动中 只有欧盟十分的愚蠢的还执行做 执行断这个天然气石油供应欧洲的这个状况 让欧洲过着十分苦难的日子 人民过不了活 所有的食品血涨价格已经增加了200到300% 人民真的是过不了冬 美国从俄罗斯买了这个买了这个天然的 便宜天然气石油 加以加工再卖给欧盟国家 从中赚起暴力 所以欧洲这些国家觉得自己十分的愚蠢 不应该一而再再而生执行这个愚蠢的效应 经济制裁俄罗斯 而使北11号2号而断线 让欧洲人都过不了活 曾欧洲的这个经济测试的发生 寒冬将至灵源危机的持续发酵 测试让欧洲的人民都过不了日子啊 因为冰造冥犯这个欧洲肯定是会造成天下大乱的局面 美国趁这个欧盟各国企业 付不了国内这个电力以及石油的电力的天然气的账当的机会 要求欧盟的各国的工业区啊 工业都搬到美国大陆来设厂 公司拉拢这个欧洲的工业到美国设厂啊 建厂 从此而开始对欧洲拉后腿啊 让欧洲大量的企业面临破产的危机啊 这样的发生下去 欧盟将会面临被剧除工业化的风险啊 而美国就会是这场灾难的最大的受益者 法国的这个总统马克龙就曾经表示 北业的国家已经脑死了 多国的前总理也是默克尔斯发言说 这已经是一个重要的时刻 欧洲这个政客欧洲人民要掌握欧洲自己的命运啊 是他这两位欧洲的政治领导人 就无法力挽狂揽 特别是默克尔德国的这个总理卸任之后 德国的这个马公已经无法 无目难知 不敢轻言与俄罗斯这个经济合作 而且德国的前总理默克尔要 欧洲各国应该认真倾听 俄罗斯普京的讲话 这会对欧洲的经济以及人民 带来更大的利益啊 而不是盲目的绑在美国的战车抵制俄罗斯啊 这会造成这个欧洲各国经济崩溃 欧洲各国这个缺少天然气以及石油的供应 他们完全过不了东 到时会成千三万的游民死在这个街头啊 这个事实的状况啊 意义的孤行的这个经济制裁 这个俄罗斯断了天然气石油 到时欧洲的各国的安全没问题 可是欧洲的经济已经提前被拖垮了 欧洲完全是变成一些没有工业的国家 欧洲企业全部倒闭 或者已经帮到美国大陆建设新的企业 到时欧洲人民 欧洲各国都过不了活啊 欧洲政客也一一的被推下台啊 而且这个北11号与2号 输送管天然气俄罗斯 的北11号与2号 富兰间的爆炸 十分的诡异 而且德国在这个天然气 俄罗斯管北11号与2号爆炸之后 富兰跑出来说 CIA曾经告诉德国会有人袭击 这个北11号与2号的天然气的输送管 而北11号与2号的天然气输送管 而北11号与2号的天然气输送管 它是俄罗斯及欧洲以及德国 法国等五个国家联合建造北11号的 他们这五个国家的企业 所联合建造北11号的 把俄罗斯的天然气输送到欧洲 这个建造北11号 它的花费是十分庞大 十分的巨大 这总共花费了90亿美元 欧洲各国已经花了90亿美元的一半 就是45亿美元 而其一半的45亿美元 也是由俄罗斯所承包的呢 其中这个事情进行的时候 美国乌克兰及英国是超级力的反对 这个建造北11号 因为这会影响到这个 英国的天然气 以及美国的天然气 他们的售卖 给欧洲的方案 影响他们的断了他们的财入 而且他们都想办法要破坏这个北11号 而这个北11号本来是需要在去年就要建设成功的 不过美国的极力干涉 而推迟到今年才完成 其中还有包括 所以最后的末端是由俄罗斯所承包把它建造完成的 可以说建造这个北11号是一波三折的工程 由于我们推测排测 这个俄罗斯的破坏性应该是0 因为俄国自己花了40亿美元来承包这个北11号的工程 如果要破坏他等于自己断了自己的财路 他直接可以把北11号这个总开关关掉就行了 何必多此一举化石天柱来这个爆炸这个北11号呢 这个时辰赖人许位 所以俄罗斯会破坏爆炸这个北11号和12号的工程 这个事情是0啊 他的机会是等于0 俄国要断这个北11号和12号的天然气 很简单就把总开关关掉 假以时日他要恢复以欧洲的天然气供应 他又把开关开作这不是挺好的吗 所以俄国不会做这样的蠢事去爆炸这个北11号和12号 根本是不可能的事 简直天欢夜谈啊 如果北11号和12号的开通天然气供应 这等于是美国对于俄罗斯的制裁是完全的事 因为欧洲各国可以完全不甩美国啦 那么如果说是欧洲的各国所破坏这个天然气管 更加不可能 他们花费了巨款40亿美元 法国荷兰德国等国家来建造 所以不可能用石头砸日脚 破坏了有什么好处 坏出一大堆 马上冬天没有天然气 他们已经人民过不了活 工业也没有天然气 工业企业都要面临倒闭的灾难 所以这个欧洲各国来破坏这个天然气管 也机会也是排除为0啊 而且欧洲各国当然希望这个北溪一号 二号的管线留住 万一哪天其实比较缓合就可以 敞开开的就把天然气从欧 这个俄罗斯输完欧洲各国 解困他们的能源危机 解困欧洲各国的经济灾难 以至所有人民的困扰 而且现在欧洲各国面对他国内的民众的压力是十分的庞大 所以他们的优异 其最后也是会妥协 以俄罗斯恢复 恕好 就是要求俄罗斯北溪一号二号 供应天然气给欧洲各国 以应急 让他们过一个冬天 所以也是要打开北溪一号二号 来解存欧洲各国 北溪各国的 通货膨胀问题 能源涨价问题 食品以及粮食所有的涨价问题 他们的石油天然气已经涨了200倍300倍 人民已经过不了活 企业已经断水断电 已经面临破产了厄运 解决他们内部抗争的压力 那么我们来谈谈 到底乌克兰有没有这个可能性来破坏这个 北溪一号以及二号呢 乌克兰没有这样的军事以及海军的破坏能力 所以乌克兰来这个破坏这个北溪二号一号的这个工程 他的机会排除也是等于零啊 因为这个爆炸的这个北溪一号二号是 需要高级的军事技术啊 而北溪一号二号的管线 是用非常强热的那个 不锈钢 而且他的四周他的 就是 出售管的 外面都涂做了 厚厚的这个水泥 是普通的海浪以及 所有地震能够破坏的 不能够破坏的 他的管线是十分的坚固的 何况这 北溪一号 二号 这个天然输清管 是沉入海底之中 这就必须动用了潜水员深入海下 才能够 进行人空的破坏 所以那些潜水员要选择适当的地方 潜入海中 破坏这个北溪一号二号 这是十分的 困难的一件事情 而且这些潜水员 进行这个破坏的工程 他们要对这个 北溪一号二号 他的 出售管在 的地位 在这个 海面 的地位 位置要 十分的准确 与清楚 可以说是十分的高难度 所以一般的人 普通的市民是没有 这样破坏的 海底 这个 北溪一号 二号的 天然输送馆的这种能力 这需要动用到特殊的 器备 特殊的 器材 和特殊有技术的潜水员 才能技术 进行这样大的工程 这只有这种国家级的 潜水员才能够做到的 而且是要由 那种特种部队 军舰在盘协助 像美国的那个 绿扁帽 这个海豹部队 才有这样的资格 这样的技术 以及这样的 了解 北溪一号二号的位置 才能够做到这样的精密 准确的 爆炸 位置的 工程 所以我们 已经做了一个 很合理很合理的 推测 谁最 是这件事情 北溪一号爆炸 最大的获利者 这个从此就可以 看得清清楚的 一览无一 所以 他们用这样的 破坏北溪一号二号 让整个欧洲 以及北越 贵国 让他十分的绝望 没有办法跟 俄罗斯妥协 只好抱着美国 战车 这样 继续制裁俄罗斯 这就达到他们 最大的目的 而美国就可以 重重 继续赚取 这个天然气 以及石油的 赚取 大发特发的 这个 这个机会 从这个 乌克兰这大里 的战争中 获得 万千种的 这个 机会赚大钱的 大发特发 而且再一步的 制裁俄罗斯 同时 北约以及 欧洲各国 唯一的选择就是 听命于 美国老大哥的 发言 没有 任何的一切 抗议都 胡笑啊 现在这场 俄战争 普京大帝 俄罗斯在 这个 乌克兰美国的 代理人战争 是处于一种 打不赢的战争的 边缘状态 普京 这个俄罗斯 普京大帝会采用 核子 炸弹来反击 美国 乌克兰吗 现在 全世界 特别是 欧洲方面 瑞典已经闻到 这个 不可能的 这个 任务 的事情会发生 他已经分发点变给他的民众 而这几天 俄罗斯也是采扣了500万卢布的点片 以共 急需所用 这也是为了 准备普丁大帝 另一场 核子大战而做准备吗 听说现在俄罗斯的普丁已经躲在这个远东部地区的一个偏僻的一个最壮观的这个私人的住宅里面 里面有 这个 这个高尔夫球场有私人游泳池私人的健美 健美房等等 是一个地下宫殿可以防止核子施诈的一个 地下的宫殿 是 美国是无法攻击的一个不寻常的一个 处于壮争上代的一个 繁核武的一个地雕堡的别墅之内 甚至俄罗斯的梅迪维杰夫 动员说 我们俄罗斯在处在这样的 街骨眼上 我们有动用核子 武器作为智慧权的权力 因为现在 俄罗斯在乌东部地区的战事是节节 败退被美国的 海马式的导弹压作打 而且多数的俄罗斯的战机 直升机 是57 苏35都被 乌克兰 以及美国的电眼所侦察到 而被 飞弹 以及刺针飞弹 等等 击落 损失十分的惨重 而且俄罗斯他的 中程导弹 武器等等 已经弹尽良全 多数采购的 伊朗的 还有 其他 国家的这个 胡人侦察机 战舟机等等 都被 乌克兰以及美军 及北约的部队 一一的击落 所以 这个俄罗斯在乌东部 地区的战事 是十分十分的刺激 而且是 步步的败退 同时俄罗斯在乌东 地区的 最后的 后方的 补给线 已经被 乌克兰已经美军 集结于北约部队 意义的切断 普京大帝现在的打算就是 干脆用核武 以你 一绝 雄 一席 聚焚 这样可能 有一条深路 现在的迹象就是说 俄罗斯普京大帝 这样的警告是 越来越有可能 100% 会 实现 同时 乌克兰的这个 泽罗斯基 日前有讲过 现在普丁大帝说会动用核武的威胁 不是虚张甚至 有可能这次是完成了 百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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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 演戏 真的核武动用来 攻击 欧洲北约或者美国大陆 而且现在美国官员 也是提高 截备说 我们应该要提备 提防就是 普丁大帝 俄罗斯 会动用核武武器来 处理这场战事 而且普丁大帝 那时也是有告诉过 中国印度以及 法国等国家说 这场战事会很快结束了 所以我们也不懂他真正的含义是 到底他的心里是打算说 用核武尽快结束这场战争呢 而且这个时候美国英国以及比利市 已经宣布要求他们的外交官在俄罗斯 尽快的撤侨 真的是 俄罗斯有可能发动这场核子武器 的战争的一个趋势 在美国所能做的就是 加紧提防 俄罗斯的这个军事布袭 用卫星 紧低着俄罗斯的军队 的一举一动 所以现在美国所能够提防的就是 加速关注这个俄罗斯 会采用核武攻击 欧洲大陆或者美国的第一波的进攻 而美国在反制俄罗斯的 这个核子 这个攻击的行动 现在美国的太空军也发生 发现不形成的 状态在俄罗斯发生 美国动用了在外太空的 3.6万公里的 军事雷达 监视俄罗斯 的 境内有没有核武的 军事行动 一举一动 都在美国的这个太空的 3.6万公里左右的 军事雷达的 法引之内 这个雷达已经开始 启动了 这个雷达叫做 升空的先进雷达 务必要 发现俄罗斯 如果真的 展开这个核子动武的行动 务必要率先 能够发现 以及阻止以及 阻击俄罗斯的核子 的行动 而且这个军用的 24小时的军用的 雷达是24小时的 不停的 监视作俄罗斯会被采取 核子 动武的一个 军事状态 同时美国也是 除此出现了 这个大量的 侦察机 其中包括了 RC-135系列 包括这个 RC-135V的 联合卯丁这个飞机 现在抵达了 现在这个加里 尼格雷尔 这个部分 这个也是距离欧洲 最近的部分 也是这个 俄罗斯在欧洲大地 的大陆部署 这个核子 弹的一个位置 所以普京大地 曾经说在 从这个加里 格勒 这个部分 就是俄罗斯的核子 储藏库 发射 这个核弹攻击英国 三分钟就能够继承 这个英国大陆 所以俄罗斯 这几年为了要加码 威胁 这个 欧洲 北业 以及英国 他就加码在这个 加里 林克雷尔 部方 加 中加码 部署 他的核子武器 以备紧实 状况的时候能够使用 而从这个地方 他可以发射 巡逆飞弹 同时也能够发射 俄罗斯的 伊斯坎德尔 导弹 飞弹 而且包括所谓的这种俄罗斯 的特别武器 沙马尔 特 飞弹 简直说俄罗斯有许多 不同种类的飞弹 同时也能够携带 核弹 核一般的长城的飞弹 剑指欧洲 所以这个数量十分的惊人 三分钟内就能够打过英国 以及三分钟内 能够打过 法国 同时一分多钟能够打到德国 的柏林 如果真的这个加勒 格勒这个部分 俄罗斯普京在这里发射 飞弹或核弹攻击欧洲 英国以及美国大陆 全世界能够反应的时间是十分 十分的短 所以现在美国已经动用了全世界 从外太空 天空 以及地面上的 所有能够 24小时展阅 俄罗斯的核子动武的 状况的一切 军事实动力侦查 俄罗斯的一举一动 核武器的部署 以及进一步的核武器的进攻的状况 24小时的监察 而且现在俄罗斯还有一个 这个神秘的秘密武器 这个是苏联时代所建造的一个 俄罗斯的这个 神秘的核武器 这个核武器 苏联时代所建设的这个神秘的核武器 这个叫做死盲之手的一个系统 如果美国或者北约给予俄罗斯 承重的核打击的时候 在这个状况上 如果美国发现俄罗斯的核武 动武第一级的时候 美国给予承重的 反应的第一级的 核武器的反应完全摧毁整个俄罗斯 俄罗斯 即使俄罗斯 这个 大陆全部 已经完全被摧毁之后 就是前苏联 他也还有一个人工的AI的核子武器系统 这个系统叫做 死盲之手 他也会自动 AI系统 会自动的 取动 给美国大陆以及全世界核武的 承重的反击 让全世界一时俱分 都死于这场 核武器的大战的灾难之中 这个死盲之手 这个AI的系统 他会政策 最高的俄罗斯的指挥中心 如果好几分钟 没有跟这个 死盲之手AI系统 这个联系的时候 他就会自动的 取动这个AI的核子 系统 给全世界反应的 这个核子反攻 全国 全世界 美国大陆以及全世界 北约 核子反应 让全世界的人民都 无法逃过这场 核子大战的 的摧毁的一个命运 就是现在所 俄罗斯能够存活着 核子设施 在没有人指挥的状况之下 他也能够自动的 举动给反击 核武 给全世界一个 灾难性的核武的 全部摧毁 人民的一个核武器的 灾难的发生 给发迹的 反击的行 行动 可有可能第1个时间 几分钟没有跟这个 核子 指挥中心的 联系 断了之后 死盲之手就会启动 也有可能他也会 侦测到发生在地表上 非常浅层的地震 这个浅层地震 就是意味着 在地表上有 浅层的这个 地震 就是 有可能对方美国的核武器 震动到俄罗斯地表上 的震动所产生的 这等于说 有核爆发生在俄罗斯大陆 可能也会这样就发生 自动的AI的 超自动型的 俄罗斯的死盲之手的这个 核子 反扑美国的 以及北约的这个 核子反扑的一个 核攻击行动 这也就是说 假设俄罗斯真的 发射 核武攻击的时候 美国进行法籍的时候 这个胡怡就是进入所谓的 核子大战 世界核子大战的 的状况的时候 美国2019年曾经模拟过有 这样一次的核子 世界大战的一个状况 这个所谓 Plan A的计划 这个计划里面 他有曾经 评估说 假设美俄在这个欧洲大陆 产生这个核武大战的 全世界的核子大战的状况 之下 发生了核子大战 这个状况怎么办 他说他们就能够 45分钟之内 欧洲大陆就会有 310万 人 马上就上升了 就是有 欧洲大陆 45分钟 内有310万人 在45分钟内 马上断气 马上死掉 而假设美国以及俄罗斯 发射 核弹的威胁 以及互相攻击的状况 这个世界 核子 战争的状况之下 在月末最初的几个小时 会有 全世界会有 美俄之间会有 9000万人 出现一个 伤亡的一个状况 造成全世界会 非常非常的紧张 因为在俄罗斯的战场上面 而这场战争 乌克兰 美国所 指使乌克兰的 代理人战争 以俄罗斯纠缠不清 对俄罗斯 十分的不理 这也造成可能俄罗斯 会动用核武的 机率是越来越来的高 现在我们看在 乌东这个部分 在莱曼这个地方 俄罗斯有重兵 大概有20万 不处在这个地方 而且 乌克兰方面 已经切断 俄罗斯后援 乌东 莱曼地区的 军事补给线 所以四面八方 四面楚歌 来围攻 俄罗斯乌东 莱曼这个地方 可见现在俄罗斯在乌东这方面的战局势 兵败 在卢山岛 树岛 洪孙山 接而连种的 意义的 城市已经 死掉了 在这个地方有一条公路叫做0526公路 这个是俄罗斯 这条公路已经被 乌克兰 以及美国的 军方 完全的切断 这个就是 断了俄罗斯 乌东 乌东 莱曼这个后面的军事补给线 所以莱曼这个地方的 俄罗斯的20万大军 在没有 后援的补给下 已经 濒临城下 岌岌可危 不能够支持了多久啊 可定是 很快就被 会被美国 北约以及这个 乌克兰的军队 年军 一亿的 忌毁啊 而且这个时候这个当地这个 利曼的军火库 俄罗斯的军火库 已经被俄罗斯以及美国以及北约 他们所动用的先进的海马式火箭弹 一亿的忌毁 他的弹药库已经摧毁到 不堪成形啊 一旦被 北约 俄罗斯以及美国的军 这个年军所包围在 完全没有资源的状况之下 这个弹药库又 已经被 摧毁 所以 这个俄罗斯20万大军在这个 莱曼 真的会面临 会被 会完全被剿灭的一个状况 同时 俄罗斯的 北海 这个 北海 黑海的舰队已经 离开黑海 他们也是很害怕这个美国 北约以及乌克兰 这些年军 被这个 年军的 舰队攻进来 特别是这个赛 反保 基地 这两个提案 围起了这个相关的这个 以往以提防这种年军 部 这个 舰队以及潜艇 进入这个 黑海这个部分 形成一个风景 所现 这个就是 生怕年军 他的军队 他的军舰 无人的潜艇能够从这个地方 穿入这个黑海这个部分 过次 这个苏联时代 在黑海这个地方 这个 乌克兰肯定被 俄罗斯 就是前苏联的 这个黑海舰队 舰队压着打 这个海上优势是 非常的明显 不过现在这个优势已经完全没有了 所以俄罗斯就主动现在已经 很多舰队已经被 联军 击毁 更何况以前这个 绰绰有名的莫斯科号 几万吨的这个 复卫舰都被 美国的导弹击毁 所以 现在 俄罗斯的黑海舰队已经步步为营就 赶快撤盾 离开这个舰的基地 以防 又加一步被这个美国以及联军的海军 完全摧毁 俄罗斯侵存的这些黑海舰队 就是现在 普京大帝是 加一步的保存 这个仅存的一点点的 黑海 舰队的实力 所以现在俄罗斯在这个战场上 不要说公事 现在在繁琐上 他也是完全没有任何的优势可言了 而且现在俄罗斯的这个火车队 再往前线的补给的这些 主要的武器 这是普通的 T72 主战坦克 步兵战车 装甲运输车 各式各样的车 都是一些很基本的这些军事 车 还有包括 前苏联 制造的这个移动的防御系统的 导弹都拿了出来 各式 以前前苏联 唇峰 封顶的一种旧武器都 这个压箱宝都全部都拿了出来 真的是 俄罗斯已经弹尽良全 没有武器可言了 全部都运往 乌东这个前线了 而且这个俄罗斯 这个 火炮的弹药的这个 进却度 十分十分的落后 就是 有可能是 俄罗斯的武器落后 或者是军方 之前 或者 俄罗斯的 他们的 这个 GPS 不准 很多时候 发射的导弹是完全是 不能够 准确的 击毁目标 可以发了 几百个弹 没有一个正确的 击中 敌方 乌克兰的 正确的 军方的位置 所以这场战事 俄罗斯 是十分的 此景 真的 普丁大帝会急起来 会发生一场 世界级的 核子武器 核子大战也是 极有可能 现在俄罗斯已经宣布 这个四个地区 乌东的 头选 进入俄罗斯的版图之内 普丁大帝以及 急于庆祝 他在 10月4号会宣布 这个乌东的四个地区 而且这个时候 俄罗斯的普丁大帝 宣布 乌东的四个地区 包括赫尔松 杂波罗斯 顿内斯克 以及 鲁干斯克 四个地区产生公投 总共有这个 97%的人 承认加入这个 俄罗斯的这个版图之内 现在俄罗斯 就是采用了2014年 这个公投的模式 吞拼了克里米亚 这个岛 现在又采用这个 公投的 形势 拼吞了这个 四个 区域 就是把乌克兰的15%的版图 拼入这个 俄罗斯的这个版图之内 就是扩大俄罗斯的版图 如果 美国以及乌克兰 以及北约 军队攻击这些 四个地区 就等于 向俄罗斯 升战 同时俄罗斯就是 可以动用这个 核子武器的 这个 自卫权 向这个 北约或者 乌克兰或者 任何国家 向 这个 四个区 发动战争 以及攻击的国家 给核武的打击 同时这个 四个区的 公投 听说是 军队 提做大枪 来到你家的门口 要你出来 在这个 枪杆制的威胁下 要你 公投 是否要加入 这个俄罗斯的 国籍 当然 所有的人民都会100%的 加入啊 如果不加入 肯定这个脑袋搬家 这就是所谓 公投的 形势发生 同时现在 俄罗斯也是挑戏 这个美国 大陆 就是这个 拜登的后腿 就是跑到 阿拉斯加 上个月有 中国以及俄罗斯的海军舰队 总共 联合舰队有7个 支 军舰出现在 阿拉斯加的外海域 以 这个让 这个 美国十分的恐惧 紧急调拍他的S-16 S-35 到这个阿拉斯加 地方 以应急 同时 这个 俄罗斯的外长也是威胁说 如果美国 美国就是 这个 充公 这个俄罗斯在外国的资产 就会 宣布要 阿拉斯加人民 公投 把阿拉斯加要回来 入极这个 这个 俄罗斯版图 因为 原本在 18 67年 俄罗斯以 720亿美元 卖给美国的 现在俄罗斯 需要 要 阿拉斯加人民 公投 强行 要回 这个阿拉斯加的领土 肯定 这样的事情发生 美国以及 俄罗斯肯定会在 阿拉斯加的上空 发生 第三支的世界 核子大战 谢谢大家收看这第8期的 文统或文统 台湾2300万人民 何去而从 Thank you have a nice weekend 谢谢大家的收看第8期 的 台湾文统或文统 台湾2300万人民何去而从 我们在第9期的 台湾文统或文统2300万人民 何去何从 第9期再见 Thank you have a nice weekend Thank you everyone take care 谢谢大家的收看 祝大家有一个 愉快的 周末 愉快的一天 谢谢大家 收看 拜拜 拜拜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欣赞 李宗优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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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在这里 这荒荡的宇宙 谁睁开眼看见我 我在这里 我在这里 作为道德家乡 我和你 抱歉只能忍尽 究竟何为了你 只想恭敬 替代爱你 到底是个我是你 无人能够认禁 时光难尽相悲 无人能够认禁 阿 看哪 无尽心花着彩脸 阿 看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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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 般咎你 拥抱所有的旋律 黑暗是你 Zither Ha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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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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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我 躲在这里 躲在这里 作为 道德 家乡的你 抱歉 只能如今 究竟 何谓 问你 只想 攻击 替代爱意 到底 是我 是你 无人能够感尽 时光 难尽 相悲 冷骨无情 啊 看哪 如今 心晃了再一点 啊 看哪 好不游戏 开启下雨 黑暗森林 这永恒的权利 黑暗森林 每一人 啊 为你 没有 我 能找你 没有 我 能找你 拥抱 所有的 身影 黑暗的你 黑暗的你 这又很打扰着你 黑暗的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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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曲 李宗盛 不留又走痕迹 不同一组明明 不惜躲避 却观察着 无人也无脱体 一泪几时出品 一面不为赞领 无伤肯定 啊 看哪 小孩子燃起了不对 啊 看哪 小孩子笑着挥手 我在这里 我认诚的呼喊 我在这里 这疯伤的雨中 谁睁开眼看见我 我在这里 我在这里 我认识的雨中 我认识的雨中 你 究竟何为了你 只想攻击 替代爱意 到底是我是你 无人远都看见 我认识的雨中 时光暖尽 相悲 冷不及 你 啊 看哪 不仅心慌热再一点 啊 看哪 看哪 在这里 我认识的雨中 你 啊 看哪 我认识的雨中 你 啊 看哪 我认识的雨中 我认识的雨中 在这里 我认识的雨中 这只世界一 declare 我要不要决定 你是真识的 哎 那一个非 有纷扇的雨中 现在越决定 需要1点痛 I don't want to shin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Zither Harp 我在这里 我真诚的呼喊 我在这里 这风荡的宇宙 谁睁开眼看见我 我在这里 我在这里 作为 谁和为了你 只想 风景 替代爱你 到底 是 我是 你 无人 能够 冷静 是 我 难尽 相配 冷不清 你 啊 看哪 不仅心慌热在一脸 啊 看哪 他 他不永远 开启下 你 黑暗 黑暗 在里 这 这 永远 在这里 黑暗 黑暗 在里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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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能找到你 拥抱 所有的身影 在里 黑暗 对 黑暗 这有很大的证明 黑暗死你 没有我的证明 明镜与点点栏目 静静无法小心翼翼 不留游走痕迹 无论一族明明 不惜躲避却观察着 别人也无脱皮 一泪几世出病 灵灭不畏残力 无伤天地 啊 看哪 傻孩子人记得不对 啊 看哪 傻孩子笑着回手术 啊 看哪 啊 我在这里 啊 看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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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我在这里 啊 看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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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看construct the真 começ pitcher in my UK 澱子 no 黑暗 민uit 你 şey if you want 在这里 黑暗在里 没有我能降临 拥抱所有的是你 黑暗在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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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 me 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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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ither Ha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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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